都在拼键中间 好了 结束了 K.O. 这是完全直接K.O. 直接K.O. 直接K.O. 中国最恐怖的重爆杀手 横空出世 波球新侄子惨遭K.O. 气得波球一脸无奈 愤然离场 在中国有这么一位年轻的拳王 他以催泪拳法响于世界 看他的比赛 你总能欣赏到 老外捂着肚子痛苦倒地的刺激场面 他便是来自河南的催泪高手 魏宁辉 作为一个自由波及拳手 他既没有学习散打 也没有学习泰拳 而是选择中国传统武术 八级拳法 八级拳法 制刚制蒙 杀生力十足 这也是魏宁辉 能够制霸世界拳坛的关键因素 而今天这场比赛 正是崔利大师魏宁辉 职业生涯的首场对局 但是没有想到 首场比赛就遇到了一位禁敌 波球的亲侄子 苏信 据说拳王波球 对他的亲侄子苏信 抱有非常高的期望 并且希望他能够继承自己的一波 成为下一个泰国的拳王 而且为了使苏信的职业生涯 能够一帆风顺 首场比赛就挑选了一位 拳坛新人魏宁辉 作为他的对手 说白一点观众朋友们 就是把魏宁辉 作为苏信的垫脚石 然而没有想到 这场比赛却意外 踢到了一块硬骨头 好 双方的比赛马上开始 年纪都不大 魏宁辉的话是19周岁 对方的话是17周岁 差了两岁 比赛举办第一点 正在泰国曼谷 所以说这个苏信 他可以说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漂亮 大力的坎梯来自于魏宁辉 待会儿不要认错了 红色短裤是魏宁辉 而蓝色裤衩 泰国波球的亲侄子苏信 对方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在泰国主场打 他的叔叔波球 在台下作为指挥 而且他还特意挑选了一个新人来打 如果这还是要打不赢的话 我觉得不要打拳了 干脆去卖椰子汁算了 魏宁辉其实也有很多泰拳 很好的一些成绩 所以他是完全可以跟泰拳拳手对抗的 所以就前面 来举着前三番鼓 现在实际说自己欣赏魏宁辉 我今天这个非常轻松赢你 刚那个号一种低扫 两次把对方扫倒 今天这个魏宁辉打得非常的自信 非常自信 进行比赛 因为这个纯泰式的比赛可以利用一些带摔动 现在打得 这场比赛实际上对方在明 我们在暗 苏信他是一个非常纯正的泰式选手 而魏宁辉他更多的是中国传动武术 八级拳法 好你看这个拳法 哇是又快又准啊 多角度进攻 而且还可以转圈打 接腿打 各种方式 怎么打怎么游 而波球的侄子苏信 对魏宁辉啊那是一点都不了解 也不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拳法 没见过更没听过 这个苏信还是著名泰国拳王波球的侄子 嗯 对 也算是搏击世家 当然他还很年轻 现在只有18岁 现在苏信慢慢慢慢的已经能够适应了这个魏宁辉的进入那种节奏了 慢慢已经适应了 适应了 这是一个泰式飞行 这个泰国的格斗在全世界都享有胜 这个各种流派都以打败泰权为荣 接开个出拳了 连续出拳吧 因为这泰山贵子 哎呀 我觉得魏宁辉好像太松了点 刚才这个 其实呢 拿到腿以后应该快速连击 哇 今天魏宁辉的接腿 可以说是怎么接怎么游 对方只要一出腿 你看 立马被接入 到了现在苏信呢 有点不敢出腿了 哎 没脸 没脸就接你的腿 然后再打你的脸 虽然说是有着很响亮的名声啊 是波球的侄子 但目前看起来的话 他的确在全张这一块不是很高 包括打法和硬度是来讲的 好像貌似也不是很强啊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烂泥扶不上墙 好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这里稍作休息 相信在休息阶段的话 波球肯定会给他的亲侄子苏信 做一些战术性的指导 不知道在第二回合会不会改变战术 观众朋友们 现在您说的 哦 现在我们在盘子苏苏 盘子苏苏可能开欧了 哦 上台湾刚才给他正主表 这个开局非常好 这个开局非常好 比赛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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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话 哇 观众朋友们 第二回合开启五秒钟不道 重拳KO 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恐怖的催泪大师 魏宁辉的拳法威力 正所谓十年太极不出门 一年八极打死人 说的就是八极拳法 的确是够狠 好 我们注意看 波球看到这一幕 直接愤然离场 当然 他的表现当中呢 充满了很多愤怒 这个恨其不争 好 下面魏宁辉的第二个对手 他的实力 可谓是相当的强劲 他是制霸欧洲拳坛的 FIBA 踢拳双棍王 以及欧洲泰拳冠军 说起他的名称 说起他的光环 那就不说了 实在是太多了 数不胜数 到目前为止 实际生涯有着45胜 42场KO的惊人KO率 他也是一个 以重拳为主的拳手 好 双棍的比赛开始 我们注意看 蓝方选手黑色短裤 也是欧洲 双棍王 玩 而红豪拳手 便是魏宁辉 一级的世界冠军啊 是 KO率高的是 对 这个这几年他锻炼的这个 拳打身体这个能力 越来越强了 对 啊 玩这个 组合能力不错 是啊 并且单击的 这种打击效果也不错啊 对 很有力 魏宁辉 最近的这个低扫也加强了很多 是 在不久之前还用这个低扫 祈祷了某个动 对 他用 等于是他用低扫腿 走上了65公斤 冠军这个尖腰带 是的 这个 现在是手脚齐拳 对 既有拳法又有推法了 对 拳的组合能力好强啊 对 我们看这个欧洲的双冠王 胡安呢 他不仅是进攻上 非常的迅猛 而且他的防守意识也非常强 好 边打边摇头 意思 魏宁辉的重拳威力还不够 呃 虽然说此时魏宁辉啊 还是很年轻 但是呢 他的作战经验 已经非常丰富了 哦 对方的防守 密不透风 哦 但魏宁辉呢 主攻 对方的干部 这就是我们的 催泪拳法 再加上回法 就更完美了 对 现在魏宁辉的拳啊 单击啊 干净啊 对 无论是单击连击 对于落实 清晰 对 对手这个低扫啊 抱得很紧啊 肩甲很紧 我觉得魏宁辉应该和吴雪松 多交流一下啊 这两个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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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宁辉现在 拿腿法也不错啊 对 加强了很多腿法的进攻 对 魏宁辉在这样的拳法公式下 你要再多变化一些 加弹腿法啊 真的是会更好一些 是 得有拳腿组合 相比对方的一脸严肃啊 魏宁辉这种边打边笑 一脸这个秀兮兮的表情 让人很难分清 他到底是有实力还是没实力 给人一种很和善啊 非常友好 很好欺负啊 很好拿捏的感觉 但一般对手如果真的这么想 那他的下场就危险了 好 对方的上半身防守很紧密 魏宁辉开始进攻下盘 对方的反击 平推有点凶 哇 什么情况 反手 哇 这个是一个反手的后手 平勾拳 我们刚刚只看到对方啊 追得很猛 他怎么追着追着 哎呦 跪倒在地上 欧洲的泰拳冠军 双冠T拳冠军 被魏宁辉重拳 KO 如果战胜波球的侄子是运气好 那战胜他 我觉得是魏宁辉 实力最好的一个象征 我们再次攻击魏宁辉 下期视频再见